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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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shing you a happy Halloween 大家好,歡迎來到格物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阿牧 在友常生活裡面,每件物件都有它的故事 我每一期都會以不同的物件做主角 簡單地說一下它的歷史和冷知識 萬聖節,起源於古代塞爾特人 一個叫做沙園的節日 塞爾特人有什麼厲害? 他們起源自中歐 由鐵溪時代到中世紀一直活躍的一個民族 他們都是歐洲部分地區的祖先 現在的愛爾蘭、蘇格蘭、威爾斯、康旭爾郡 萬島、布列塔尼的語言文化,都是來自於它的 在塞爾特的傳統裡面 沙園是標誌著夏天快快完結那天 收穫結束了,冬天日快到了 朦朧的冬天就是和死亡相關的時間 塞爾特人相信在這晚 靈界和人間就會通關 更早的香港通關 又不用打針,不用掃曲 因為這一天所有的惡鬼都會出現 連死了的人的靈魂都會在人間尋找替身 所以這一晚是很危險的 簡單來說就像我們之前說的預覽節一樣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回我們之前說的預覽節的影片 在這一天,塞爾特人的祭司 德魯伊會預言未來 並且指導他們的民族 他們會圍過爐、起火 燒著農作物和畜生 用來祭祀他們的神 在這個慶典裡面 他們會把動物的頭和皮套上身 發出古怪的聲音在外面遊行 希望可以把外面的遊魂野鬼趕走 也有一個說法 是他們會故意扮鬼扮馬 讓鬼分不到他們究竟是人還是鬼 去到一世紀 羅馬帝國征服了大部分的塞爾維亞領土 羅馬人... 去到一世紀 羅馬帝國征服了大部分的塞爾特領土 羅馬人也有他們自己祭祀死者的節日 長久以來 羅馬的節日就跟本地的沙原節結合了 去到之後 基督教的發展也對萬聖節有所影響 基督教慶祝聖日的時間 大部分都是11月 在10月31日至11月2日期間 是他們為期三天的聖日 統徵阿赫魯提 是作為紀念聖徒、殉道者和世去靈魂的 因為塞爾特的無術占卜對基督教來說 是屬於異教的行為 所以去到公元八世紀 教皇格雷哥利三世領導的教會 就認真地提倡阿赫魯提這個節日 目的是用來掩蓋沙原的異教特徵 隨著歷史進展 古代塞爾特的文化 就被基督教的文化吸收了 去到今天 Holo這個字是一個宿舍 原本的意思是聖人的意思 和In混合 In是Hawa Eve的意思 也就是前一晚的宿舍 所以Halloween合埋 就是慶祝聖人的前一晚 不過去到今天 哪有人會理會這麼多東西 你試下到蘭桂坊 拿現在革密的影片給人看 保證你女兒也扣不到 小小子打你 說起萬聖節 相信大家腦裡第一個浮現出來的就是南瓜 但是為什麼是南瓜呢 不可以是西瓜 不可以是東瓜 其實是可以的 想知道的話 我現在就馬上告訴你 在很久以前 有個又粗暴又沽寒 周圍騙人的人 他叫做Stingy Jack 他是一個鐵匠 是以前愛爾蘭的一個民間人物 傳說有一晚他喝醉酒 在他走回家的路上 他遇到一條屍 這條屍馬上變成惡魔 原來是殺旦來收他的命 於是Jack 就向他提出最後的要求 他要求殺旦 可不可以讓他喝幾口啤酒 殺旦都找不到什麼理由去拒絕他 於是就把Jack 帶了去當地一間酒吧喝酒 Jack去到之後喝了很多酒 就順理成章 叫殺旦去找數 誰知道殺旦身上是沒有錢的 於是Jack就想了一個方法 他叫殺旦變成一個金幣 然後用金幣先找一條數 然後等老闆不為意的時候 殺旦就變回自己 那就搞定了 殺旦聽到之後 覺得這個方法是怎樣的 所以他就馬上變成金幣 Jack就是等著他變成金幣的那一刻 他馬上把殺旦放在他的褲袋裡 因為他的褲袋有一個十字架 就是這樣 他就把殺旦困在他的褲袋裡 封住了殺旦之後 Jack就向他提出協議 就是放他出來都可以 不過殺旦不可以拿他的靈魂 被人拿著春袋的殺旦就唯有答應了 後來Jack在人間氣數二盡 因為生前作惡多端 所以他沒辦法上天堂 來到地獄的門口 他看到曾經跟他立契約的殺旦 殺旦拿不到他的靈魂 所以最後Jack又上不了天堂 又去不了地獄 於是殺旦就叫Jack回到人間 Jack就唯有沿路回去 大條路又暗又大風 Jack就要求殺旦給他一盞燈 讓他可以沼沼條路 這個時候 殺旦心想 哈 你也有今天了 於是他就給了一團火 Jack 但Jack手上沒有其他容器 沒有辦法可以裝到這團火 他就唯有在路邊 拔了蘿蔔出來 挖空它 代替燈籠 就是這樣 Jack就拿著手裡的蘿蔔燈籠 不斷徘徊在人間 這個故事流傳下來 Jack手裡拿的燈籠 被稱為Jack O' Lantern 作為除魔道具 擺在家家戶戶的門口 同時又可以作為指引道路的工具 避免過了身的家人朋友 他們的靈魂會當失路 而萬聖師的文化 去到美國之後 就竹尖變成 產量最多 還有最容易加工的南瓜 所以其實都是看地方 元朗的人就可以用西瓜 Trick or Treat這個獨特的做法 是受到蘇寧這個歐洲傳統習俗所影響的 西元十世紀 基督教以十一月二號為亡者之日 或者是萬靈節 會在這一日舉行儀式 去平息無法得到救贖的死者靈魂 在這一日 所有的年輕人都會戴著面具 一路為亡魂唱歌 一路會逐家逐戶地敲門 要人撕寫一個叫做靈魂蛋糕的東西給他們 當時的人認為 如果你拿不到什麼出來給這些小孩的話 惡靈就會來攪拌你 這個做法就是今天Trick or Treat的原因 去到1952年 迪士尼動畫出現了一個Trick or Treat的台詞 這句話就傳遍了全世界 成為萬聖節一定會喊的口號 剛才提到沙圓包含了很多武術和占卜 所以其實最原始的萬聖節遊戲 都是基於預言和占卜 在塞爾特人的傳統裡 蘋果是一個很重要的宗教象徵 如果你把蘋果切開一半 你會看到每一半的果核周圍 都有一顆五角星 塞爾特人認為五角星 就是代表掌管內情的女神 所以他們最流行的一個占卜 就是用一個大盤裝滿水 然後放一些蘋果下去 一群未婚的年輕人 就要用嘴子擔在裡面的蘋果 誰先擔到 他就是成為下一個結婚的幸運兒 而另一個傳統 就是一個單身的女生 點著蠟燭在鏡前削蘋果 他削蘋果的時候 他未來的老公的樣子 就會在鏡子裡面顯現 另外削蘋果也是一個 預測壽命長短的方法 如果你可以完整削了一條很長的蘋果皮 那你就很長命了 如果你只削了一顆很短的蘋果皮 就代表你年輕的時候就會死 剛才說到塞爾特人過沙圓節的時候 他們會套住動物的皮 扮鬼扮馬 發展到今天 扮鬼扮馬 已經成為萬聖節的指定動作了 說起cosplay 日本人當然是創意無限 有一個日文字叫Jimmy 意思就是撲實無話低調 而Jimmy Halloween 通常是扮演一些生活裡面 隨處可見 又不是很輕眼的人 今天我們就找了一些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又試猜一下他們在扮什麼 誰是那個Pokemon 被橫皮的鞋子脫掉褲子和 弄亂衣服的複死點解人 誰是那個Pokemon LunchCharm在便利店買了杯麵和食物 要回公司吃 正常等過馬路的人 誰是那個Pokemon 忘記了自己戴口袖而是未適宜救的人 誰是那個Pokemon 遊戲機中心的高手 誰是那個Pokemon 在電車上明明戴著耳機 卻想偷看別人說話 而正正的 在電車上明明戴著耳機 卻想偷聽別人說話 而正正拿起一邊耳機的偷聽的人 講回香港 以下是我們預測今年香港萬聖節 最公似的Crosplay角色 一個地方的文化 都是靠人口意相傳 甚至親力親為地延續下去 如果你都想出一分力 很簡單 就是按一個Like和Subscribe我們 記得按上面的小鈴鐺 如果你都很想知道某件事物的冷知識 或者背後的歷史 歡迎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